這邊是大魯革新時代 大制度上跟這個和平路交叉口 晚上這個宵夜蠻好吃的 我上次是吃了麵線 然後我看很多人也會吃那個醜麵 加了九層塔才是這一家的那個道地味道 再把它攪一攪 讓那個娛樂逼出九層塔的香味在那個麵湯裡面 醬油的那個味道 再來是特殊的油蔥味 接下來就是九層塔的香味 最綜合的麵線就是有大腸、蚵仔 然後多一個赤肉公 除了招牌的麵線乾麵 來吃個這個看起來很厲害的綜合冬粉湯 應該是集合前面這集的吧 這個綜合冬粉湯很好吃耶 它居然是用鹹菜湯的湯底還有豬血湯 因為我的環島餐就又出現了 只不過我騎優拜去買的 加上我會去逛街 所以說湯濕濕濕乾了 變乾的 好長喔 就這樣就變肉了 很長 就這樣 哇 好豐盛喔 我要再加一個小滷肉飯 到了今天今天要辣了 滷肉飯這麼精緻我也受不了 所以點了一份 我其實現在有點飽完蛋了 看一看 我喜歡這種偏瘦 然後小粒的肉燥 我不喜歡大顆粒的 這個是那種大顆正方形的 我會有點 有點難吃 五肉飯 我共吃一口 好吃 非常好吃 這家超平價的 是很好吃耶